我们来吃饭 不要拍 你还有什么心愿 敬陌生人一杯 今天我们来到长州村上 一个很破很破的饭店 这边都在许个房子 你好 看啊 就在这个河边上 姓村九楼 六个人吃饭 六个吃饭 别想威胁 别想威胁 你看看这饼啊 烟火气十足啊 我们来吃饭 不要拍 民党 民菜 然后你来吃了 它花掉就没有了 特别接地气 这这些菜 弄完就没有 分分钟没有 才11点到这吧 那这也是 还要炒点小猪口吗 行可以炒一下 我们选这个位置 我待会儿绕一圈 看看谁更适合自动住 看到了吧 这这家店 你问当地长州人 98%都不知道 可能只有周边人在吃 就感觉到是个保障的店 包括菜的出品跟整个气氛 你门口停的全是全 我觉得介绍菜是对你们智商的一种乌鲁 看不出来啊 长州菜没有什么特色 但是就是好吃 为什么 因为大城市都没什么自己的菜 你记住啊 所有中国的城市后面带粥的都是不凡的 这是那个小猪的那个什么 韭菜香 但是远处闻的话 是尿素的味道 一开始我以为鸡汤啊 是老鹅汤 白汤老鹅 加鹅水 鹅头 这边的食材是绝对没话讲 我们来尝尝尝 鹅带着黄油 你也看到了 点赞的时候都是抢菜 所以没有人在乎说单比哪个菜多少钱 等会老板会给你一个总数 我也问到周围了 基本上最后开个总单是800还是1000 我们进来看看这桌多少钱 长生人都乐情的很 祝哥哥姐姐们身体健康 我喝一半 大哥 你生日年还有什么心愿 我们这些人呢 就是继续健康为止的 其他没什么 祝大哥姐姐 哥哥姐姐们 生日健康 我祝所有的观众们给她们证服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那边有对父女 等会我们过去敬离她 刘老大哥 敬离杯酒 不要 不要 今天开车的 好 这是你女儿 我女儿 师父敬你一杯 你还有什么心愿 说说看 照相机拍到你不太习惯 每次都烤100分 一定行 我们求500个回复 叫什么名字 羊羊 祝羊羊 每次都烤100分 四个凉菜 十一个热菜 打完折880 长洲必刷 关注王老虎 有美食 有温情